其實蒙古烤的淵源是這燉盤一翻變成烤盤 刀劍則變成鍋鏟 不過穿越到現代的話 你就會發現已經被120公分的鐵爐跟長筷子給替代 聽看吃的蒙古烤肉連料理器具不囉嗦 大氣就是王道 有肉有菜沒有規則 不用套用格式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蒙古烤肉最富國吃法照理說應該是自己的醬 不過如果真的沒辦法拿捏輕重的話 還是可以請師傅幫你特調一碗 師傅 為什麼小小一碗 要用這麼大一個爐子來做 因為我們要均勻受熱 它這樣肉熟的才比較快 轉圈圈搶時間 就是因為250度高溫大火 得受熱平均 料理一碗就得繞上一個半圓 剛看師傅輕輕鬆鬆兩分鐘之內 就搞定了 不過蒙古烤到底有沒有這麼簡單 那我就來下囉 我們今天要是先以菜先下去炒 然後肉再鋪在它上面 這樣比較不容易讓肉黏住 那它什麼時候才知道說要換旁邊了 就是我們會聽那個聲音 如果它乾下去的時候 會有那個滋滋滋的那個 炒菜那種聲音 那如果聲音沒的話 就要替我講說熱度不夠 就要趕快再換 現在好像不行了對不對 對… 就要趕快再換一邊過去這樣 一放上鐵板 耳邊就開始響起 滴答滴答倒鼠聲 因為拿捏火喉時間 就可能太深或炒灰答 即便點菜隨心所欲 但還是有些特定食材 放下去簡直給自己找麻煩 我們這邊的話是不要下那個沙茶醬 如果一下去的話就馬上吊炸 對這樣就沒有辦法炒了 蒙古烤肉最忌諱掉的 就連雞肉料理起來 也得小心翼翼 牛肉遇大火很快就變柴 還有Pro級吃法 牛比豬1比2 做出來的烤肉 油脂補足了 味道湊起來了 這是滿滿一碗幸福滋味 開蒙古烤肉神秘麵紗 看似隨性的背後 經驗累積的專家吃法 連簡單的烤肉都能 不簡單